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位选手有一位达人推荐人陪同求职 17位达人面试官通过对求职者的职场出印象 职业测评 争取时刻来了解同一个求职者 在此期间达人随时进行表态 亮灯表示支持 灭灯表示不支持 求职过程中17位达人可随时想得爆灯权利 为求职者提供工作机会 如果双方达成协议 则求职成功 否则求职继续 最终求职者所获单数超过求展及求展以上 求职者有权利选择场上17家企业中的任意一家 获得该企业的适用机会 求职成功 如果不足久展 则求职失败 每一位求职者可以选择一位达人老师作为他的推荐人 看一看第一位求职者选择了谁做他的推荐人 欢迎石头哥 马宁曾经说了一个理论让我深信不疑 他说一个人的才华跟他的长相成反比 可是当我看到直来直往这18大人包括两位老师以后 我就觉得这句话是个谎言 正像今天我推荐这个选手 他的长相跟才华也是可以成正比的 能够把音乐做好的人都是耐得住寂寞 都是守得住繁华的人 所以这样的孩子是难能可贵的 哇 亲自女 我要是咱能这样干什么工作不行 哇 女神应该是演员吧 哇 白不美 应该是做模特的吧 在别人眼中我可能给大家的印象都是这样的 但是说实话 这样的长相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扰 特别是在找工作方面 大学毕业去人才交流市场 有个金融公司的人就主动来搭讪 问我要不要到他那里去工作 谁知道真去了之后 天天就负责给客户端茶送水 直到最终辞职也没有学到东西 后来去一家传媒公司工作 情况还是没有任何改观 只不过端茶送水 变成了天天陪客户应酬 白天无所事事 事不过三 我决定最后是一次 但是发现 我所能找的工作 大都不太正规 大都和夜长酒吧有关 每个女生都希望可以美丽 但是如果美丽成为找工作的障碍 难道我就真的找不到工作了吗 希望今天她可以迎来一次新的蜕变 有请这位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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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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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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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雪花 所有人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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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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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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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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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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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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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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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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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